祝梦破空也要站起来了 其实这件装备不受重视的原因 一直是自身的定位问题 带生命值和高位攻击力 非常的适合战胜英雄 但是技能的击退效果 还会让自己跟着后退 这看起来更像是射手的保命装 这种混乱的属性设计 导致他一直没人爱出 而现在即将获得加强的破空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破空一共加强了三处 分别是生命值提升了300点 被动碎甲可以用技能触发了 主动破空现在不会让自身也后退 增加了击退距离和控制时间 不过只能远程英雄使用生效 这位好了 直接告诉你这是射手用的保命装 而且取消了自身后退的机制 让这件装备更实用 不会再因为后退那么一下 导致敌人脱离输出范围 没办法第一时间进行输出 击退距离和时间的增加 让射手在面对凸脸英雄时 保命能力进一步获得提升 技能可以触发被动也是大家强 很多时候 技能都要比普攻更容易命中目标 再加上被动的持续时间是两秒钟 只要能够技能衔接普攻 就能全程保持碎甲效果 加强后的生命值加成有足足800 这要比一般的物理输出装备 增加的生命值高很多 全方位的加强一定能让这件装备站起来 我们下期视频的仅逆节正是一个比证明的 ELBSE